財資大盜 林極營,何文堅 繼續回到財資大盜 這一節,大家關注施政報告 其中一個是連日來,大家都有討論 裂酒稅方面有沒有機會下調 現在傳說機會可能很大 不過酒吧業界來說,下調裂酒稅對比來說 可能有些好消息 但經營方面,營後復償之後 其實經營不太好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實際情況 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銘和我們聊 早安,主席 早安 先說一下你們的經營狀況 大家都很關注 剛剛11月黃金洲過了 幫不幫到手 黃金洲好些,真的好 因為旅客總有些留下來酒吧 但是因為始終 就是叫做2018年那個正常的時候去比 現在真的通了關之後 真的仍然都是那些酒吧 只有七成生意 有些差一些,真的七成都沒有 所以都是,我覺得現在都是難搞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因為難搞,我們就要出來 希望就是幫手,幫手就是至少爭取,爭取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當然剛才你所說的那個酒水,希望減免,減到零,減到最低 所以這個就起碼令到我們入貨的時候 第一,便宜了 第二,就是希望政府暫緩那個,加美院那件事 因為始終現在那個,生意不是那麼好的情況 那變相,如果你太多這些政策出來了 那對可能有些有露台的酒吧 那可能連,就是連加美院都不能吃 那對這些事也一定很大的打擊 那第三,就是希望呢,就是呢,政府呢 就是,見到現在這樣,我們叫做這麼難的時期 希望,可以呢,就是推出一些可能政策 例如是,可能延長那個港鐵啦 就是地鐵的服務,可以呢 星期一至星期六,都可以延長兩個小時 是的,那或者最少一個小時啦 幫幫手,就是令到呢 那些人呢,可以呢 就是晚上不用太早回家 經濟不好,那些人可能都是踏地鐵 那你變成你延長一個小時 那些人說,哦,不如喝多一個小時啊 現在沒有那麼,可能延長了 那些人留多一個小時 留多一個小時,都對酒吧生意來 起碼多10%的幫助 不過這個可能,對港鐵來說有難度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是趁著 收車之後,還有一些維修 或者是復修的工程等等 這個可能呢,要再商討 當然呢,我們市民當然是welcome的 如果那些交通能夠,再暢順一點 其實留夜一點,攪拌回來 晚上的經濟都是好事來的 那我想問一下,酒吧業界有什麼的良策呢 既然在這段時間大家都見到 啊,其實我們整個投資氣氛 這段時間都叫做好一點 雖然這一兩天,市場又回了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氣氛是好一點的 怎麼看這個情況呢 我們看到呢 你見到股票叫好啊 那個市場好啊 你就會看到就是 是啊,真的會 可能的施負力呢 有機會那些人會上一點點 但是你又會看到 你看到一個現實的情況就是 這兩天大家都知道 哇,華潤那邊 都看到就是 哇,十九間店 突然之間 華潤堂下個月 全部不做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真的約了 真的約了 不要說華潤堂 很多,就算你看到那些 什麼食股啊 又出現的情況 又說結業又說不做 那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這些呢 經營了十幾年的工資 其實他們都很想堅持 但是因為經濟環境太差了 他們堅持不了 沒有收入啊 其實不呼之 所以沒有辦法 他們唯有減攬 那所以我們都看到這個情況 甚至乎我們的情況 雖然未去到 未去到說 喂,喂,很多家不做 但是 但是可能都離人 會有這樣的情況 會出現 所以我們希望趁這個機會 喂,政府政策幫幫手啦 就是 口水這方面 又做些事 加尾煙那邊 暫緩 今年起碼不要執入先啦 等那個經濟環境好些啦 明年再想啦 起碼讓自己可以鬆一鬆 休息一休息 生存下去先啦 起碼一年 起碼不要啊 因為有些政策 而令到他們去執 因為執了 其實對 酒吧 對政府 是不是要開回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的呢? 很坦白啊 你現在這個情況 很老實 九成的酒吧呢 的老闆呢 都有借到政府之前推出的百分八 嗯 那個特衛擔保那裡啦 那你百分八的借身都在說百幾萬的啦 最少都 都百五萬左右的啦 好啦 那你很坦白說 喂 如果 如果啊 如果真的那個環境 令到他們 做不到的 那他們 結業之後 坦白啊 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 如果有責任心那些呢 會繼續留在香港打工 積極 存錢還回政府 對不對 還回香港 如果他不還錢 也是政府會失望的 好啦 但是如果 第二個結果就是 有些如果真的沒有暗感的 他真的 聽說 買張機票 飛去其他地方 那就算了 很多這些人 之前為什麼 政府說有這麼多壞賬 就是因為那些人飛走了 然後 喂 不了了之 那我最怕就是 始終有一部分 就是這些人 是不是 那你變相來講 我當然不想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不想說 那些人真是 喂 真是走投無路啦 真是生意呢 做不到啦 要接埋了 那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對 雖然這情況 對找班不好 那這些經營者 做了很多年 找班的人 他有經驗 但是因為他搞不定啦 那他 他唯有 那他一手了之狀 那好了 那變了 我們要再找人開班 喂 都要找人 夠膽開才行 他不是做開的 他怎麼會夠膽開呢 是吧 那變了 我們業界又損失了 一班有機嫌的人 第二 那你那班人走了 那沒有人還錢 那政府又失化了 是 那市民就失化了 因為那些錢 可能都是為大家 一齊辛苦一齊 都是公帑來的 是吧 是吧 我都不想有這些情況 我都不想 大家輸 三輸 所以就是 希望提出一些 好的建議給政府 到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 共運 是過了 是 希望政府都聽到 你們業界方面的訴求 但是另一方面 都想看回 現在我們說的 租金方面 其實應該由高位 回落了不少 特別是零售店舖 其實比如 餐飲店舖 都有這個情況 我們想看回 現在你們的經營成本 主要來自哪幾方面 或者哪幾方面 其實那個挑戰比較大 老實說 有時候的租金 它下不了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原因是 他們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 我不要說全部 但是 起碼 佔了一半或以上 他們都是 賣了一間鋪來 之後 要慢慢供 你變成 賣了一間鋪回來 如果 它的租金回落得太厲害 它其實會被人召喚的 難聽說 銀行都會找你 你不找 它會找你 所以變成 其實他們那個 租金 它不會落得太多 所以 其實 現在都是很尷尬 很尷尬的位置 就是 業主 它可能 都想 做生意 都想便宜給你 但是便宜不到給你 如果便宜給你 很有實力的業主 一買物 一買新鋪 是 公平買的 或者 它已經 一早供完 它可能是 四十年前 三十年前 開始 供了 已經供斷了 它才有 條件 是可以減給你 但是 現在 大部份 七成的業主 都不能夠做到 這件事 因為 它們是未供完 但是 其實 剛才前生提到 核心問題 酒吧業 面對著客人流失 移民潮 移居潮 是否真的 影響了一批 本來是 夜生活的 中堅分子 影響有多大呢 又或者現在 我們說 打造西九 打造夜生活 是否可以吸收多些人 流宿 甚至吸收多些本地客 出來呢 首先 剛才你所說 移民潮那裏 坦白說 真的走了很多人 到現在 我相信你們 如果有留意身邊的人 都仍然有人說走 仍然 仍然有人說走 不過少了 沒有之前那麼多 之前走 就說一窩蜂那麼走 現在就慢慢慢慢甚至走 但當然 我也相信 接下來會回來的 接下來都會 坐著一半人回來 但是不是今年 可能是說明年 或者後年 所以這一年 都會很艱辛的 剛剛你另外說 另一個問題 就是 移民潮走了之後 怎麼搞啊 我們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我們說真的 都出了很多方法 你說西九那裏搞 有沒有搞 我覺得 不會沒得搞 但是怎麼搞 因為呢 懂得和不懂得搞 差很遠 就是如果 有規劃 還有真的有經驗的人去搞呢 就是等同於我們剛剛 之前我們搞那一班文化節 今天 都有些人跟我們說 喂 今天 就是有些類似 Wine and Die的東西 這樣 就是起回 可能是說 九龍依別 但是可能呢 這些呢 最近好像沒有他們上次 走文化節做得那麼好啊 不是主辦的人 不想做得好 是因為有時候 他們沒有我們那麼有經驗 我們還可以走 我們做飲食 做娛樂 我們可以知道 各有各做 各有特色 是的 所以 有些人說 那些做得沒有那麼好 哎呀 為何會這麼冷清啊 這些就是說 如果你懂得搞 你就可以搞得好 你不懂得搞 可能你純粹滿康而成 可能你做完之後 可能都未如理想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真的給一班有經驗的人去搞 那可能效果呢 就可能 可以多些和你們業界合作 旅遊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sector 有酒店 有餐飲 可能有你們酒吧業界 有住宿 其實大家可不可以 大家坐在一起 可能有一些活動是能夠串連的 譬如既流宿 又可以夜夜生活 又可以促進旅遊 消費 可不可以這樣去談呢 我們這個態度很願意的 如果是譬如政府有需要找我們幫忙 或者是一些其他我們叫做團體 有需要找個幫忙 我們都是十分願意合作 十分願意和他們一起去想辦法 怎樣做好他們 因為始終我們酒吧業都是一份子 都是香港一個中堅份子 我們都很想搞好香港的夜經濟 很想搞好香港的夜市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自己都自發性去做的 我們昨天到日都有說 我們自發性 我們想協助政府做好香港的夜經濟 包括我們一 我們會做什麼呢 我們會定期開始搞一些大抽獎 只要他是我們的優質酒吧的member 我們都會免費提供送一些禮物 給那些酒吧的客人 定期搞一些抽獎活動去刺激那些市民去消費 第二 現在都在計劃中 去再舉辦酒吧文化節 現在都是在談的 如果真的談到場地各方面的順利的話 那我們就會再搞第二屆的酒吧文化節 希望推動整個酒吧文化 也都吸引海外的旅客來香港 我們會體驗我們這個酒吧文化的特色 第三 也都 未來我們會在不同的十八區 會將十八區的優質酒吧 可能重點介紹他們有什麼特色 希望多些市民知道 原來每一區都有一些不同的優質酒吧 有一些不同的遊戲給大家去玩 順便我們都會鼓勵全香港的酒吧的機嫌者 鼓勵他們 我自己的身體力行親自下去鼓勵他們 或者叫他們去吃 不如這樣 你們搞多些活動 搞多些比賽 希望透過一些主題活動 例如請一些世界八大DJ來表演 或是唱歌比賽 或是調酒比賽 調酒比賽 或是針錶比賽 各樣的比賽 希望有多些活動 讓市民去參與 或是讓年輕人去參與 令到多些人出來夜間消費 這個我們都會做 我們現在要發揚鄧小平先生那句 馬照跑舞照跳 酒吧業是我們香港繁華的面相 我知道程先生的酒吧業會做得很好 之前的酒吧地圖 都可以讓旅客知道怎樣走 逐間攻略 其實從來都是搞活市況 是商人去做的 是業界的責任 藍貴方 萬聖節舉世文明 開頭有多可以說有官員去推動 現在官員去搞的那些編分 有時真是很難評價 你說到萬聖節 其實今年10月底是萬聖節 其實你們這段時間的報處 我們看到周圍 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已經有很多不同的decoration 都是關於萬聖節的 酒吧業界怎樣把握這個機遇 第一很有信心 這個萬聖節是會做得好 因為我們看到業界都很積極 大部份的酒吧 如果你今天下去 你都看到門口 場所裏面都佈置了萬聖節的裝飾 所以其實今年的萬聖節 將會很有氣氛 再加上 始終國內現在還未很盛行萬聖節 所以我們預計 都會有些國內來香港 體驗那種萬聖節的氣氛 所以我們覺得 蘭桂芳 樂士佛塞這些 今年很大機會都會爆的 過別的酒吧也都會很旺 因為始終有氣氛 所以我覺得不要緊的 我覺得有時正如你們所說 我們強什麼呢 我們強如何去營運酒吧 怎樣去搞氣氛 是的 政府只要幫到我們 在政策那方面 可以鬆一點點 讓我們可以營商更加順暢 相信我們各方面一起 齊心做好 香港的夜經濟一定可以 起回身 可以做 這方面希望大家業界也能夠 大家 希望政府聽多些 我們蘭桂芳那麼吸引 不一定要去福田 喝酒的 中環其實都很方便的 你協會提過三個要求 昨天記招 不要取消列酒稅 監禮煙不要禁 不要全禁 還有港鐵開夜些 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聽一聽 謝謝錢俊榮先生 謝謝你 謝謝你